高举手机自拍 人就站在宽广的草原镇中央 另一张则来到沙漠 留着农民胡子的胡歌 下方有着小玩偶作伴 心情看来愜意 没想到语出惊人 微波写下如果未来五年我不拍戏了 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你们会支持我吧 网友纷纷要他清醒点 还想看他拍戏拍到老 6月出席电视节 今年40岁的他 不知是不是因为当霸 刻意放慢演绎步调 这几年作品不多 和汪家卫合作的电视剧 繁华又卡关三年 好在接下来有这部新电影 其实我一直都很担心 就怕在编译馆碰见受人 我以前是个编剧 你还会继续写吗 剧中身为编剧的胡歌 因缘机会下 开始帮桑家撰写告别时到辞 经过和不同人的互动 也找到人生新方向 都是酷甜膜烂的吗 我是用文字 送他家最后一程的人 你到底还能不能把我写出来 对戏的吴磊在剧中身为伙伴 而这也是两人戏 2015年狼牙版播出后 时隔八年再合作 尤其吴磊在外貌上 管得单大十八遍 我一开始我对爱人的理解 就是是绝对就无欲乐 但是后来我们就 再次翻阅小说的时候 我觉得 飞留在梅长苏面前 是绝对的顺满 花絮提到了梅长苏 就是由胡歌所饰演 这回两大男神三度合作 也见到经过时间淬炼 演技更加成熟稳重 TV宣众参商不却踏不到